OK 我現在呢 就在53階跟6階口 我們來到這邊是要吃一個 這是紐約畢吃的對不對 畢吃 絕對畢吃 它叫The Hologaise 它就是那個中東雞肉飯 但是我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呢 遇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因為它這個階口呢 不是只有一間對不對 你看小鳳現在拿的手機 就是一直他在想到底是哪一間正確的 現在立馬做功課 它像這邊後面就有一間 然後過馬路呢 那邊也有一間 所以就是有點尷尬 它就在那個MOMA附近 所以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套裝的行程 也可能是兩家都是真的 但我們不知道 對 我們不知道 因為它說就是要找那個 We are different的樣子 在它的殘車上面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它的袋子是黃色的 可是我現在看兩邊的袋子都是黃色的 然後兩間 我們都沒有找到 We are different的那個 sign 啊 尷尬 那其實 因為它是Hala Guys 它吃的東西就是 清真口味 然後清真認真的 所以你在那邊找不到任何的豬肉 它這邊就是Chicken啊 然後還有Falafel 跟那個牛肉 還有羊肉 牛肉我不確定 但是有羊肉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會點一個combo 兩個加在一起 中東雞肉飯 兩個加在一起超級便宜 而且這邊只能附現 你有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整個走到附近超級香 超級香 真的超級香 所以你找到了嗎 太難了 因為 我們本來想說是要用 排隊的人潮來確認說 哪一間才是真的 但現在呢 都有 都有點人在排隊 因為很多人都在那邊觀望 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大概是將近三點時間 如果你想吃的話 千萬不要中午來 因為中午是他們會大排長龍 排個司機二十分鐘 半個小時都不誇張 附近是那個啊 辦公商業區 沒錯 我們往那邊就好 那邊比較多人 因為你看這邊很多人坐在這邊吃 因為你看這邊很多人坐在這邊吃 然後我們就會很相信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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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決定是他了 認明這個標誌 紐約必吃的東西白百種 但提到紐約必吃的餐車 Halau Guy排第二 沒人敢說第一 起源於1990年 當時埃及裔的老闆 為了幫助Muselin司機 能夠在大半夜吃到 符合清蒸飲食的餐點 所以才有這間餐車的誕生 現在則成為世界知名的品牌 九塊錢美金 不是 七塊 不是下的 九塊 青桃 這間餐人 老闆 一片 一片 有夠冷 今天紐約下雪 嗯哼 就還在路邊吃著熱騰的食物 而且最討厭沒有戴那個手套的時候 來來來 開箱開箱 它有兩個醬 一個是白醬跟紅醬 白醬跟... 很明顯白醬就是一般的那種 這些沙醬 然後紅醬就是辣醬 來 小胖 變身美食部落客 這個就是...這應該是牛肉吧 我們先吃一個吃吃看 然後這個絕對是雞肉 這是雞肉 像羊肉 那應該是羊肉 OK 就這樣子 其實它其實份量很大 份量很大 真的很大 就是一個人 你可能...這個大概是給兩個耶 因為它是combo 一般 我們來吃吃看它這個餅 好 因為今天太冷了 它已經冷掉了 我們才剛這樣拿過來就已經冷掉了 喔 對 它跟我們看到傳統的一般 台灣吃到的米是不一樣的 比較偏像長米 沒錯 然後肉米就會口感會比較乾一點 不像我們吃的米那麼濕潤 老闆好吃嗎? 沒有老闆 我們先加醬看看 好 我跟妳說我剛剛已經等不及偷吃的那一個雞肉 來 來一點 它雞肉 我不知道它是用什麼方法去弄的 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會整個充斥你的口腔 像是香料 嗯 回 它應該是用特別的清蒸香料 所以才會那麼的 好吃那麼的香 然後這個羊肉呢 完全沒有羊燒味 就是你會害怕羊燒味的話 不用擔心 因為它香料味很重 沒錯 好好吃喔 難怪會大排長龍 你看 然後我現在要試另外一個紅 嗯 HOT SAUCE 就是我們 擠兩邊看看什麼味道 差一點這個HOT SAUCE 有辣喔 有辣喔 真的有辣 有辣 有點像那種Tabasco 酸 有點酸 酸酸的醬 這樣子 我跟你說齁 你在吃這個HOT SAUCE 的時候旁邊都會有一些鴿子啊 它已經在這邊等你們了 等我們了 不過真的很推薦對不對 好吃對不對 這也是你第一次吃喔 小胖 來紐約那麼多的吃 第一次來吃 所以來到紐約 怎麼可以不嚐嚐這個明文俠爾的中東雞肉飯呢 好啦 那我現在呢 又回到了SOHO區 這裡齁 也來帶大家吃一間餐車 這個餐車 Food truck的文化呢 其實在紐約非常的重要 你看 像我左邊這個 就有一台 基本上你走在Tabasco那邊 到處都是那種餐車 我跟你說 餐車不是你說你想開就想開 你還要去考那個餐車的證照 還有廚師的證照 缺一不可 那今天來帶大家吃的這一間呢 吃漢堡 美國必吃的一間漢堡 應該說是紐約必吃的一個漢堡餐車 它叫Frieds and Meat 我跟你說 它這個餐車不是說 它今天就是停在這邊 它每一天它基本上的schedule都是 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必須要先上它的Twitter 或是IG 或者是它的網站 還告訴你 它今天可能在Soho去啊 明天在Dumbo 然後這一間呢 明天就跑去Dumbo 在Brooklyn那邊 所以呢 我今天剛好趁著它在 還在Mannhattan的時候 就快點來 一睹它的風產 就是要點它的漢堡跟薯條 好不好 就在那邊 我跟你說我現在臉超級僵的 因為風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好冷喔 現在大概-5度還-3度吧 哦 像這邊就停了三台不同的 像是Indian King 印度餐 然後美式的Chicken Tender 就是那個雞翅 然後最左邊黃色的就是我今天要吃的東西 到美國一定要吃個漢堡 這間餐車可能名氣沒那麼大 但卻讓我驚豔萬分 旁邊有菜單你必須要自己去填 然後寫上你的名字 我今天點了一個安格斯牛排 配那個喬達起司 鋪在那個牛肉上面 然後再點一個它最有名的那個Frieds 好不好來付錢吧 Hello there You look good OK thank you 謝謝 好啦 那它就是會問你說你要單吃牛排還是漢堡 我剛點錯我剛點成牛排 然後總共的話 因為是一個漢堡再加上一個那個 薯條的話這樣是將近15塊 450塊你看超可愛的 好冷超冷超級冷 好啦我已經拿到我的這個 我的中餐非常重要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薯條 它薯條有點像卡吉娜 熱騰騰好吃 因為它東西都現炸了 滿滿的一份醬子4塊錢 4塊錢不到 好吃很可以 然後最重要就是它漢堡 它漢堡 電池沒電了 讓我換一顆繼續拍 好啦我現在真的超級冷 好快點快點 有沒有剛換了一顆電池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漢堡 大概長這樣子 很厚喔 然後它的牛排 我這樣子看的話 它那個牛肉至少有 3公分 這樣子的厚度有沒有 然後再加上培根 對 然後它的漢堡 看起來顏色比較深 是因為它都是現烤現弄的 話不多說直接吃 我嘴巴要長那麼大 你看它這顏色 完全就是可以耶 不行我一定要拍一張照 Emily沒有來 我拍給它看 超扎實的 它都是安格斯的炒飼牛的 美國牛肉 原來我那麼狼狽 站在路邊吃 因為 我只要拿它走一個接口 它絕對會有點冷掉 然後它這個 這培根 很脆很脆 可以 後面這邊為何沒有聲音 因為麥克風沒電了 而我直到整個漢堡吃完才發現 唉 看看這麼扎實的肉 我給4.5顆心 薯條大推 在紐約還有很多餐車 你最喜歡哪一間 在下面留言給我吧